哈囉大家好我是松鼠 歡迎來到下班飾酒師頻道 餐酒搭配是飾酒師的工作 怎樣搭配適合的飲料 考驗飾酒師平時累積的專業 今天聰司要跟各位分享 酸味的餐酒搭配技巧 歡迎來到下班飾酒師 酸味對我來說是又愛又恨 因為我不是個愛吃酸的人 事實上我們對有酸度葡萄酒的感受 會隨著不同的溫度而有所改變 溫度越高對酸度的感受會降低 溫度越低對酸度的感受會增加 食物的油脂能夠抵消有酸度的葡萄酒 能明顯的降低葡萄酒的酸味 同樣的也會讓食物藏起來 不會過於油膩 舉例來說 半熟的蛋黃在口中呈現高狀甚至泥狀 它與有酸度的白酒相當搭配 若是蛋黃與乳化醬混合 像是美乃滋 則更為匹配 用奶油製作的鹹派和塔皮 與雞蛋和鮮奶油製成的餡料 都能夠與有酸味的葡萄酒來搭配 擁有少量丹寧及漂亮酸度的紅酒 也會是搭配肉類加工及醃製肉品 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帶有酸度的料理 反而是很難搭餐的 它會破壞餐酒搭配的和諧感 因為很多白肉 魚肉料理 沙拉等等 都會使用到檸檬汁或醋 如果是這樣 選擇酒精濃度高的葡萄酒 能夠稀釋中和檸檬汁的酸度 在餐酒搭配的過程中 也需要注意兩者之間的濃郁度 清爽的料理搭配清爽酸度的酒 濃郁的料理搭配濃郁且酸度較高的酒 接下來 衝速用菜肴的例子 來討論如何餐酒搭配 以下的搭配沒有標準的答案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習慣再做調整 Gish Lohane 中文稱羅蘭塔 Gish 是法國Alsas與Lohane的地方料理 它是在塔皮上放了雞蛋 鮮奶油 煙燻培根 進行烘烤 如今 裡面的不同餡料 演變成不同的地方特色 搭配的酒款可以選擇相對帶有酸度 不濃郁的葡萄酒 從白酒 粉紅酒到紅酒都可以做搭配 如果可以 選擇Lohane Gord de Dulle 白酒或粉紅酒 會是完美的搭配 Sala de Lionesse 中文是里洋沙拉 來自法國里洋的地方料理 材料有 水波雞蛋 培根丁 蒜味麵包丁 芥末油醋醬 我認為這是道很難搭酒的菜料 有蛋黃 培根 油醋 都是脂肪 還有酸味的酒醋 有酸度清爽的白酒 或是融合或薄酒來紅酒 會是最好的答案 Hossette de Lyon 中文是里洋玫瑰臘 法國里洋名產 里洋玫瑰臘 蠟腸因身上的板花而得名 蠟腸含有15-20%的脂肪 濃郁有酸度的粉紅酒 與清爽的紅酒 都很適合搭配 如果有薄酒來或是融合的青紅酒 更適合地酒與地菜的搭配 Cicel Salad 中文是凱撒沙拉 墨西哥主廚在義大利餐廳 發明出來的凱撒沙拉 以羅曼生菜為基底 提魚 蒜頭 起司粉 做成的乳化醬汁 附上蒜味麵包丁 培根丁 乳化的醬汁適合搭配 帶有酸度的葡萄酒 清爽及帶有些許像木桶風格的白酒 都能夠搭配 選擇一款氣泡酒 也許是不敗的選擇 Sôle Meunière 中文翻譯成 麥年煎魚 經典的法式烹調技法 簡單地說 是麵粉煎魚 最後淋上澄清檸檬奶油 選擇帶有 清度及像木桶香氣的白酒 能增添料理 奶油的香氣 礦石感的增加 能幫助兩者 更上一層樓 所以 Sancerre 與 Chablis 一級元 的白酒 都是推薦的選擇 Bagoff 中文翻譯成 雅爾薩斯燉肉 雅爾薩斯燉肉 在法國雅爾薩斯方言中 Bagoff的意思是 麵包濕的烤箱 是一種羊肉、牛肉和豬肉 加入白酒混在一起的燉菜 全熟的紅肉 全熟的紅肉 搭配圓潤丹寧的紅酒 是最佳的選擇 但因為是用白酒燉煮 一杯飽滿風格的 All sauce wine 絕對不會有人笑你 不懂餐酒搭配 Commage Fondue Sava Yard 中文翻譯為 Sava的起司鍋 法國Sava省份的地方料理 運用三種當地不同的乳酪 Abondance Bofors Emondale 所製成的乳酪鍋 滿滿的動物脂肪 唯有白酒的酸 能夠緩解這樣的油膩感 除了可以選擇濃郁帶酸度的酒款 Sava的白酒更是搭配的首選 最後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動物的脂肪 乳脂 或是植物乳化的油脂 都是需要一定的酸度來平衡解膩 此時需要注意整體食物的濃郁度 來挑選不同酒體的葡萄酒 挑選時也需考慮酒體的溫度 是否與食物相契合 最後是QA時間 我覺得有很多的酸度菜肴來搭配葡萄酒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像是酸菜白肉鍋 或者是薑絲炒大腸 或者是蘋果塔 檸檬塔 還有 德國酸菜豬腳 德國酸菜盤 種種種種的菜肴 你們對這些菜肴 有沒有什麼樣的 餐酒搭配建議呢 如果酸度較高的葡萄酒 搭配較酸的菜肴 那麼請你跟我分享 你喝過的哪些葡萄酒 它的酸度較高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其實如果不知道怎麼選 就選一支氣泡酒 就可以解決這 腦人的餐酒搭配問題 你覺得呢